正式吃红薯的季节了,今天我们用红薯来做一个油饼 不用醒面也不用发面,真正的简单又美味 先把红薯洗干净去皮,建议大家用这种红心的蜜薯 甜度高,而且口感特别绵软 切成薄片以后装盘上蒸锅,隔水蒸10分钟左右 蒸熟蒸软以后取出来倒大碗里 趁热加一点点白糖,糖的量根据个人口味来 然后用勺子把红薯压碎,压成红薯泥 等到红薯没那么烫了以后再打入一个鸡蛋 加了鸡蛋的话口感更加酥脆一点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面粉,面粉的量没有具体标准 因为不同品种的红薯含水量都不一样 所以只能够一边加,一边观察面团的状态 加到能成团,中等软硬状态就可以了 面团不要太硬,不然红薯饼口感也会偏硬 软面团可能会有一点粘手,可以加一点食用油 再稍微揉一揉就会很光滑了 然后移到案板上,案板上也要刷一点油防粘 把面团揪成小剂子,稍微大一点或者小一点都没有关系 然后把面剂子搓圆,放在案板上 用手掌心按成薄片,越薄口感就会越酥脆 最后在中间掏一个孔 油温五成二下锅,用筷子轻轻拨动 要看到它浮起来 中途要轻翻面 火不要太大,容易炸糊 如果适当早餐的话,可以头一天晚上把红薯面团准备好 早上起来直接开始炸,几分钟就能吃上 全程保持中火 炸到两面金黄就可以立干油捞出了 清菜灿的红薯油饼,既有油饼的酥香又有红薯的香甜 这笔炸油条和油饼要简单省事 外酥里软,香香甜甜的 早餐可以试试这个哦 欢迎大家转发分享,感谢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